大家朋友好 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天是梁晨吉日8點45分 節目之後都會改了星期二和星期三的8點45分去主持 Icy今天去了玩 我們的網台人真的很開心 這個去那裡 那個去那裡 他經常遊山玩水 他應該在巴提雅曬太陽 看到他在IG放了一張照片 真的很嚇人 如果大家有IG可以去Icy的IG看 一個人跟大家說的節目 其實我也挺喜歡的 因為一個人說的有時可以集中一點 還有可以多說一些內情給大家聽 明天就是假期 今晚大家應該有一個準備放假的心態 即是香港超級多假期 大家其實放完明天 然後星期六又回了半週 回了星期日又放假 今晚說什麼題材呢 試完我昨天在搜尋某些資料 關於一些獸醫的課程 我看著去哪裏可以讀獸醫 究竟讀多少年 或者有沒有其他課程 可以讀 怎樣可以讀一些東西 是衣著的 突然之間 在網站上 有一些韓文 有一張照片 這麼奇怪 跟我搜尋的東西 沒有關係 然後我就卡進去看看他什麼內容 就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失蹤事件 於是引起我一連兩集 今晚和明晚都會講一個主題 就叫做鬼異失蹤人 寫專欄的康子 也曾經用過這個名字 去寫一個文章 就叫鬼異失蹤人 我抄他的名字 我今天這兩集 就是講鬼異失蹤人 就是講一些很離奇很神秘 那些人不見了的事件 有些聽起來 就覺得跟靈異完全沒有關係 有些很有靈異的色彩 甚至乎大家聽過 令到人失蹤的其中一隻魔或者妖 都很出名的 在台灣叫做魔神仔 原來有一件事叫美國魔神仔 我又找到 還有一件事 就是在亞馬遜河裡 有一個人失蹤了九天 你知道亞馬遜河裡 極多不同的動物 猛獸 海蟲 毒的昆蟲 你逃生了九天 其實應該死定 那個人沒有死 出來之後 他講到的經歷 非常離患 好了 今天時間有限一小時 我儘量先講 今晚要講的事給大家聽 我們看看圖片 我講第一宗的鬼異失蹤人 是一個寒妹 寒妹 寒妹 其實近年又不轉款 她定期是轉款的 十年前寒妹的款 跟十年後也不同 總之 這個民族的樣子 挺特別的 定期會轉款 這期比較流行 那期比較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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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發生在2006年 這件事發生在2006年 這個女生看起來 其實都漂亮 年輕 讀書很厲害 你見她拿著一隻老虎 今晚說這件事 都挺奇幻的 先講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講一個 在2006年 讀秀醫 在韓國 四年級 快畢業的女生 29歲 她的名字叫做李雲熙 正常讀秀醫 你怎麼讀完 都還沒有很前程 說真的 薪金不會低 也都過了一些比較優秀的生活 如果你肯熬十年八年 熬到自己的診所出頭的時候 為什麼會讀秀醫 讀到第四年之後 不見了 這件事 是很離奇的 也是其中 在韓國裡面 一個不解之謎 很多人想去 解決這個謎團 但都沒有辦法 找得到答案出來 首先 這個女生 她在6月6日 2006年的時候 凌晨2點15分 就和朋友在一個聚會裡 喝完飲料 有一個姓金的男生 就送她回家 她自己住的 回家 有個男生送 那個男生就沒有送你入房 就送到你去 知道你一定回家了 為什麼呢 這件事件 奇幻在的地方 就是這個女生 回家的時候 居然用搜尋器 搜尋了兩個字眼 一個字眼 性騷擾 另一個字眼 112 就是韓國報警的電話號碼 她搜尋了三分鐘 用了電腦 直接開了電腦一段時間 所以她就有很多證明 證明她真的回家 要說她失蹤了 這個女生從此人間蒸發 在家裡不知道她在哪裡 沒有人找到她 這個李雲熙 她本身就是首爾 一個叫梨花女子大學 我都想讀 不知道梨花女子大學 收不收男人的 有的 我真的想讀一下 讀什麼也好 她本身讀設計和美術 後來她很喜歡動物 她就轉了去讀獸醫 即是讀了另一個學位 再讀另一個學位 她也很厲害 她讀到差不多第四年的時候 那些成績都是名列前茅的 也不存在著一些 什麼感情問題 錢銀問題 沒有 正正經經 好了 說到她6月6日那晚 喝完東西回家後 第二天她就要上課 那老師就點名的時候 她就沒有出現 同學就覺得奇怪 你知道大學的 有時候你走課的時候 第二天你問同學 說開什麼 跟回 其實可以的 沒有上課 那些人就覺得 喂 這麼奇怪 昨天晚上送她回家 那個姓金的男人 同學 就去她拍門 看到她鎖了門 家裡有狗吠聲 也沒有理會這件事 到了第二天 即是她家裡有兩隻狗 到了第二天 6月8日 她又沒有上課 那同學姓金的那個 就覺得 不像她平時的作風 這個人 她不會無緣無故 不出現 不上課 即是她很高 於是她就跟其他同學說 她說 喂 阿希 她 不知道為什麼 兩天沒有上課 那天回家後 會不會有什麼事 會不會喝酒 喝多一點 在家裡暈倒 去她家裡拍門 看看是什麼環境 其他同學都去她家裡看 去到她住的套房 四圍看 四圍看 再在外面 就完全看一看她套房 看到她的窗門 是打開了 因為她住的套房 對面有些地方可以上去上面 看到她的屋 再看一看 在對面的樓 看到她的屋 就發現了裡面的鞋 有些物件 掉落地 第一時間 就沒有想過 這個女生發生了什麼問題 不如打給她的父母 打給她的父母 她的父母 就說 我的女兒沒有回來 她的女兒不是在首爾 她住在幾遠 住在南洋州市 她的父母就說 沒有 我的女兒沒有回來 她就說 糟糕了 不如你 叔叔 叔叔 你馬上來到首爾 她不知去了哪裡 對門又鎖了 那一把是電子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電子鎖 其實用電子鎖是極難開的 難爆過用傳統的鎖 她就報警 報警 由消防員弄到整個門爛了 才能開門進去 進去 南韓警察 對那些失蹤的案件 一向都不太重視 所以其實挺恐怖的 你看看韓國電影 她不是用很多不同的情節 或者恐怖的東西 你變態佬 製造了很多驚嚇的場面 其實很多是真的 韓國警察對失蹤的事 是不能夠齊利的 警察來到的時候 已經在說 她這麼大的人 可以去哪裏 可能出去玩了 沒有回來 那些同學 不是這樣說的 她說不是 她有兩隻狗 她說那兩隻狗 平時如果她出去的時候 就會鎖到一間房間 那間房間裡有東西吃 有東西喝 有得瓦斯 有瓦斯盤 她說那隻狗 不是在房間裡 是在房間裡 是在房間裡 就是在房間裡 有些問題 那些同學就到處看 很多人進來看過 很多人進去幫忙去找 究竟去了哪裏的線索 反而破壞了她家裡 當時有些靜物鏈 所以這個女生的失蹤 是成為一個謎團 當她家人來到的時候 就是由南洋洲 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她進去房間裡看 她的姐姐妹 就發現了 這個女生的窗台上 有個煙頭 那這是不是她級的呢 那同學就說 她讀書有大力的 有個吃煙的習慣 但父母就不准她吃煙 她來到不准她吃煙的時候 她有時候偷偷地 就在窗盤裡吃煙 她父母不知道她吃煙的 那窗的煙頭 究竟是誰呢 不知道 她姐姐就有點昂貴 就把那個煙頭 扔掉了 就想著 她沒想到我妹妹 失蹤了很多天 其實永遠都找不到 就把她扔掉了 扔掉了 你想發現 是不是她 都不知道 然後更奇怪的地方 就是 這個女生 警方覺得 她家裡 是怪異到 有些東西是不見了 她的同學就好像偵探一樣 開始一步一步 把她家裡的記憶裡的東西還原 就是如果我請你來我家裡 你來過很多次的時候 其實你大約會知道我家裡有什麼 傢俬 或者什麼擺設 那些同學就是這樣說 她說不是 她說那天我們晚上喝完東西 然後她就回到家裡 然後警方在電腦搜尋紀錄 就看到她搜尋器搜尋了112這三個英文字 也搜尋了性侵害和性騷擾這些字眼 那你無緣無故回到家裡 你這樣想會有一件事 就是可能她之前開派對的時候 有人搞她 摸屁股 嚇大腿 甚至乎渣 那你回到家裡 糟了 這個同學 想報警抓她 搜尋性騷擾或者報警 看看她是哪個部門 是特別給女性的 或者 在這些事 在韓國的社會 據聞是很常見的 那她的電腦呢 就2點59分 一直開開開開開 開到4點21分 即是她最後4點21分的時候 她的電腦不是用關機的按鈕去關機 是直接關掉電鍵 即是長按按鈕會強迫性關機 這樣關機 是這樣被人關機 但她開了電腦這麼久 她只是用電腦用了3分鐘 那3分鐘就是搜尋性騷擾 還有112 其實沒有用過電腦 突然間被人強迫關機 還有一件事 那些人就說這個女生 她的性格 挺豪邁的 男生頭的 喜歡跟男生玩 有自信 有樂觀 說話又不拘小節 有些人說女生是男生頭 但其實男生頭的女生 是很受男生歡迎的 因為你知道 那些男生 有時對著一些 柔情似水的女生 有時對著一些男生頭的女生 其實聊得多一些 不自覺會情根深重 都不頂 她的朋友說一件事很特別 她說她在家裡的床頭 放了一個茶几 那個茶几 上面還有一個板手 她有時可能調校一下 一些東西就放了 她說很奇怪 她自從她們破門進去之後 發現了她家裡的茶几 是不見了 那她又說 你這麼記得她有茶几 她說不是 她說之前我們做實驗 去她家裡 早一兩天 就看到她床邊的茶几 放了一杯咖啡 而且她吃東西在茶几 喝咖啡在茶几 做功課在茶几 什麼都用茶几 甚至寫字都用茶几 她說她不會丟掉茶几 茶几 沒有理由沒有了 到13日的時候 她爸爸就知道這個消息 她6日不見 她爸爸到處去找茶几 居然她爸爸在其中一個垃圾堆裡 找到茶几 有人扔掉茶几 而這個茶几 裡面她的四隻腳 即桌腳是不見了 只有茶几 桌面 桌腳被人用螺絲扭出來 扔掉了 而且她扭螺絲 她本身的東西都放在桌上 都不見了 這樣已經極度奇怪了 還有一件事 早上來到的時候 房間是沒有人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這個女生本身 只是在洗衣機裡面 丟了一些棉皮 毛巾和內褲 一條 四條毛巾和內褲在洗 但是她的家裡 她的朋友就說 我昨天來她的家做功課 看到外面 浪了很多衣服 包括一些去街衣服 很多空圍內褲 全部都不見了 洗衣機裡面 找不到這些衣服 那衣服誰先拿了 還有一件事 極奇怪 就是 她的家裡的窗 正正對著對面 是有另一個大廈的 另一座大廈 對著她的單位 是沒有人居住的 但是那個單位 可以觀察到 她的屋裡 這個李雲熙 套房裡面 一舉一動 就是有一個人 其實我見到很多女生 不要說她是狠狗 我見到很多女生很狠狗 回到家裡 沒有拉窗簾 但又在換衣服 真的很狠狗 她們經常覺得 對面的人不會看過她 她覺得很遠 離開很遠 人們看不到 但其實是不狠狠 有些狠狠 走狠狠到出汁 知道對面 有個妙齡少女 在那裡住 她真的馬上看遠鏡 天天在看你 真的有這種人 說真的 對面那個套房 沒有人居住 應該有人進去看她 為什麼呢 那個套房 警察進去看 什麼線索都查 進去那個單位裡看 那個單位裡有煙盒 有廁紙 即是有人進去那個單位裡 那你煙盒的廁紙可能 清潔的人 扔下也不肯定 不能夠這樣說 但也可能有一個線索 還有呢 警方呢 當時呢 就找到這個女生的背囊 即是她的袋子 她的袋子裡 居然裝了一些東西 挺奇怪的 就是有什麼呢 有麻醉藥 和一個針筒注射器 那作為一個獸醫的學生 我的袋子裡有針筒注射器 和麻醉藥 都很難正常 我可能要試試麻醉的動物 那些人就說 不是啊 你沒理由照計 帶著那些東西 就走去 走去這個 那些 飲食的 會不會她之前覺得有什麼危險性呢 極奇怪了 這件事 越說越多奇怪 我們才慢慢揣測她這件事 那查到沒有東西查的時候 那剛才不是有個 爭彈 因為姓甘的 那個姓甘那個人 就迷戀這個女生 三年內 都是單戀她 單戀到什麼程度呢 那條男人 會收集這個女生的頭髮 即是她 嘩 真是很愣變態 如果喜歡一條女生 怎麼會帶著她的頭髮 其實很愣驚的 即是你不要說 你單戀她 你自己的女兒 無緣無緣無故 她有一天梳頭 跌了我的頭髮 到地上 你撿起她 放在盒子上 咦 怎麼下降頭 老公 不是啊 我喜歡你 我想儲著你的頭髮 你儲著 到時候儲著一個 真人的頭髮出來 我可以做一個公仔出來 那個人 這樣你都害怕 你害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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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這樣 真的 你都會撿頭髮 你害怕的 你這條女兒 無緣無故 我梳頭到地上 老公 我儲你的頭髮 做什麼 做什麼 我都會害怕 這個姓金的男人 還有一個問題 她 自己有條女兒 有條女兒 都是暗戀這個女兒 喜歡她明戀 即是那天 跟那個女兒去完舞會 然後這個女兒說離開的時候 她自己的女兒也不理會 我先送你回家 阿熙 我送你回家 你女兒在旁邊 不要緊 你照樣送 所以這個李宏熙 失蹤了的父親 就懷疑 這個姓金的女兒 其實她有多漂亮 她的眼睛都還沒修正 如果她的眼睛 現在有大眼仔 經常化大一點 其實也挺漂亮的 說真的 瘦也漂亮 因為她是瘦 寒妹 還有她家 當時警方進去的時候 看到周地都是花瓣碎 沒理由你家裡有一束花 然後把花瓣撕在地上 即是有些不尋常的 她爸爸懷疑姓金這個人 為什麼她爸爸懷疑姓金這個人呢 就是這樣 她爸爸有一次 就回學校問 周圍問人 她的女兒失蹤的案件 周圍問的時候 附近的同學 全部都當她臭小 即是不想理這件事 她說不知道 不知道 什麼都說不知道 但突然之間有一天 她就在抗議 學校方不管 女兒失蹤 不重視 她在抗議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男人 男同學 那個男同學拿到很兇狠 就指著她爸爸 就在那裡說 老爺 你老美 讓我找一流的大狀 告告你 你這個仆街 我告到你坐牢坐到死 還有 你不要經常懷疑金仔 金仔沒有殺你女兒的仆街 爬吧 爬絲吉齊佬 大學不是你來的 老乞 這樣就罵她 那這個爸爸就覺得 咦 金仔都未出聲 你這個仆街出聲 究竟什麼事呢 他爸爸就懷疑這個 即是你講真的 別人去找女兒 不關你事 你不會這樣罵人的 即是 非奸即道 這些事情 真的我覺得 如果正常人 是不會這樣罵那個爸爸的 如果他找女兒 不見了那麼慘 你先給杯水喝 爸爸 先喝杯水 坐下吧 慢慢找吧 一時三刻都找不到 你不會走過去 老爺 爬啊 你不會說這些 他爸爸就懷疑這個人 於是就暗中調查 他和金仔的關係 發現原來 金仔是這個人的朋友 而金仔後來就大學畢業 就做了獸醫 金仔呢 家裡就不太有錢 但是呢 到了他零六年就失蹤了 很快呢 金仔出到去獸醫的時候呢 就租了一個建築物的一樓 開了一間獸醫館 他爸爸就說 喂 這個金仔 在羅北道讀大學 在獸醫那裡 沒有財沒有水 什麼人都沒有 他說怎麼會無故端端有錢 是建這個獸醫院呢 他說會不會 其實這個 罵他那個男人 警察有沒有調查過他 有沒有跟他做過測試機 會不會是那個男人 給了錢 這個金仔 叫金仔 可能用一些麻醉藥 用一些迷幻藥 用一些麻醉藥 賺了他 而令到他消失了 帶他走呢 即是那些 韓國偶套電影 很變態 叫《失蹤》 會不會是失蹤的情節呢 不知道 這個女生去哪裏呢 也不知道 總之 這麼多年以來 這個女生從來沒有出現過 在家裡 即是在家裡失蹤了之後 從來沒有再出現過 這件案 在後來近年 有人 很奇怪 就說 看到這個女生 在家裡 發出一些訊息 出現過 即是很詭異的 最後都有一些詭異的 又說報夢 又說 在Facebook 有人見過他出現 突然之間 再見他的時候 就變成 offline 都很多人說過 這個女生 秋末 但說真的 他應該不是失蹤的 因為看回他的背景 他多數都是 那天就是死了 至於你說 那個金仔 有沒有嫌疑呢 金仔當然沒有被警察懷疑 也有 後期有個不在場證據 即是你棄屍也要時間 金仔沒有一個 時間的棄屍也沒有時間 即是他送他回家 金仔沒有被人告到 那關不關金仔的事呢 不關金仔的事 會不會金仔 有一群人 是看中了一個女生 是捉了他 做聖盧 殺了他 還是怎樣 就不得而知了 這個就是我這兩天講的 第一宗的詭異失蹤人 聽起來 除了他後來 狗不狗 好像幽靈 出現在Facebook之外 其實你是想不到他 有什麼鬼怪的事情 這是聚忘 下一宗 確實是鬼怪 他有稱為 我們看看他爸爸的樣子 其實香港也有些事件 我之前極度心亡也有說過 有一宗比較詭異的 就是叫鬼異失蹤人 康志也有說 就是說梁家敏失蹤的時候 後來有些秘聞 那極度心亡也有說過 我就不說了 不像這麼慘 我講一些大家沒聽過的東西 你講一下 這樣失蹤法 其實都是極其患的 居然香港有些差不多的事件發生 有好幾個女生都是這樣失蹤的 我待會看看 如果沒有聽《極度心亡》的朋友 我可以找回一兩集 丟上youtube給大家去聽 聽完這宗 趁還有四分鐘 先開場 這宗是鬼異 這宗他們說 就是叫做一個美國魔神仔 這宗真是迷幻 裡面是迷幻到 神秘力量 山繞 UFO 謀殺案 你可以放任何的一些theory 這個disappearance to 5的人 這個案件裡面 很久之前 發生在1978年2月24日 有五個精壯的男士 他們失蹤 失蹤不出奇 冰天雪地 可能凍勾死了 他們失蹤了很多天 被人發現了 他們的過程 不知道經歷了什麼 很害怕 很害怕 這五個人 是很離奇地 消失了 有些死了 有一個是找不到的 這是2月24日 1978年 被譽為美國魔神仔的事件 這是一個很冷的 星期五的晚上 這五個年輕人 24歲 到32歲 這五個人 有一個共通點 很喜歡 打籃球 其中有一個石暗劑 右手邊的石暗劑 它是開赤 他們大家 由加州的遊巴士 即Yuba City 駕車去到80公里 80公里有多遠呢 由Yuba City 駕車去Chico City 就是看一個籃球比賽 他們支持一隊球隊有一個比賽 看到晚上10點鐘 他們支持一隊球隊就贏了 贏了這群人 就去附近一個地方買東西吃 買完東西吃 就一個零食店 買完東西吃 駕車就回去 80公里在外國來說 其實基本上就是 一顆鐘多一點 如果以七八年的車速 以及高速公路的狀況 80公里就不遠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駕到80公里 你根本上有一個City 去領哥City 可能都百多公里 80公里去一些country countryside已經有了 他們回家 10點鐘走 正常12點都回到家 但是極奇怪 這個接待員 為什麼這麼記得這五個年輕人呢 原來這五個年輕人 是差不多關門的時候進去 本來已經關門了 他說不要了 我們贏了球隊很肚餓 你看球 你給我們買東西吃 麻煩你 那個人就 開了一集給你 快點買買 然後走 所以很記得這五個人 這五個人 最後見到他們生還的人 就是士多的老闆 之後他們的經歷是極度奇幻 根本上是 想都想不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改編過一些恐怖電影 如果有改編過恐怖電影 這個題材 你真的不用改劇本 裡面的東西 都已經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休息一會兒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說 這個美國魔神仔的事件